音乐 音乐 好咱们开始讲庄子 这是咱们讲了三节了 虚取 就是实际上你们知道老子的道和治理方式 理解庄子的时候就更容易了 因为庄子里有好多东西是解释老子的思想的 所以这个庄子这讲 我们主要讲庄子的主旨 庄子的时间 庄子跟老子和孔子的关系 首先庄子的时间和庄子这本书 庄子一般被认为是生在战国中期 然后这个时候儒家和墨家已经是偏学了 虽然说儒家和墨家都声称为是传递了圣人之教 比如儒家的宗周公 到那个墨家的宗的是雨下雨 可是呢就是他们其他很多方面你也知道是不同的 比如在丧葬方面 在礼乐方面 在对待这个鬼神方面 在就是表现爱的方面 原来爱一个是强调爱有差等 一个强调兼爱 所以这些争论呢导致影响了当时的所有的学者 包括庄子啊孟子啊荀子啊 以及韩非子等人 庄子这本书呢 基本上就是大家公认的是一本 就是文集编撰的文集 就是包括 其中包括庄子本人和大弟子的书 但是呢一般大家认为是郭向 就把它重新编排了 因为你们知道 在郭向以前的版本 现在是没有发现 从郭向之后 现在这个版本只有郭向这一个版本 有人说 那个日本高山四本 是跟郭向的版本不一样 但是到现在 大家对日本这个高山四本的 特别我们中国的学者 也不是特别信任 不知道怎么搞的 是不是日本人造假了 谁知道 但是呢就是说 就是说 但是呢在汉书一文制和这个司马迁的记载呢 明显的是跟郭向的这个版本不一致 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 这个我们呢就是说 对庄子这本书到底哪是他的庄子的思想 哪是他弟子的思想 到现在从古到尽一直争论不休 首先 首先司马迁认为 认为渔父 道指 阙妾 魏蕾须 康桑子 都是庄子的写 庄子的这个原文 咱们看史记这一段 这个你们都读过史记了吧 应该 庄子的蒙人 蒙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并不是现在的安徽蒙县 就是一般呢 大家就认为蒙县呢 在装 现在的商囚 西北角那一块 就是实际上说是在河南 或者说 山东的曹县呢 就是这一代 周常为蒙起源历 就是按可地之云起源 故城在曹州 渊沟县北十七里 渊沟县已经没了 渊沟县你知道是黄朝啊 黄朝是诸文 那是渊沟人 黄朝是渊沟人吧 就是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出 就是出 蔑氏礼法的 是吧 当时黄朝写一句话什么 刘相从来不读书 是黄朝写的吧 那就是 黄朝啊 黄朝是不是写了 有一句话 刘相从来不读书 是不是黄朝写的 黄朝是很有很有 黄朝这个思想 我觉得他这一代的人 确实正是因为 其实你们可以发现 在这个 就是淮河两岸 特别就是商丘 富阳 徐州 在南到淮河北岸这一代 就是 就是出中国的 就是 就是江阳大道 和这个 和帝王的地方 你看吧 最早是刘邦 其次是赵匡印 赵匡印虽然是河北真定人 但是他发迹之前 他是在商丘做 做节度使的 然后曹涛 瞧人 然后 再往下就是 黄朝 朱温 再往后朱元璋 陈胜吴广也算 那是周口人 也算那一代人 所以这一代人 为什么 我估计他可能也 跟你们山东人不一样 山东受儒家这个 这个礼法 给拴住了 而这一代人呢 因为受道家这种 蔑视礼法 所以他能够就是 这个思想能够 能够就是冲出去 所以你看这个 黄朝写那首诗啊 他年我如未清地上 暴雨桃花一处开 什么就是 就是逮到什么 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 百花杀 那个气魄 你想那就是 是一种就是 就是蔑视 所有的 把所有的东西 全部蔑视了 这跟庄子那种气魄 是很有 有点 有点关系 与梁慧王 齐宣王同时 你看了吗 如果这样说 他跟孟子也是同时的 是吧 孟子见梁慧王 孟子见齐宣王啊 既学无所不亏 然既要本归老子之言 故其著书十余万元 看十余万元啊 现在的版本 去除标点符号 还不足八万字呢 大抵率欲言也 做余妇道指 雀雀 以底 以底刺孔子之徒 以名老子之术 为了须扛丧子 就是王绍本 做耿丧之书 皆空缘空于无事实 然 善竹书离词 只是类情 用瓢泼如墨 所以当时 数学不能自解免疫 岂言荒洋自自已十几 故自王公大人 不能弃之 就是他太大了 弃就是小的嘛 气就是有编辑的 庄子的思想太太广播了 所以用一个小东西 承不下来 所以你看这里头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至少说司马迁所认为的这些篇章 都是庄子的著作 那么所以呢 坏着说 就是至少说跟很接近庄子的思想 那么现在的版本把这五篇文章全部都放在外杂篇了 而大家认为那篇是庄子的思想 所以这个就不好说了 就很有争论了 楚威王闻庄舟贤 这就是庄子的思想 所以这个思想呢 也是 正是因为本著这个思想 蔑视犬贵 蔑视绝路 所以呢 就是王福智呢 就认为他是子章的后代 你们读论语 说子章呢 就是学干路 被孔子骂了一顿 所以说 最后呢 子章呢 就蔑视干路 就不再 不再学干路了 干路就是 就是去当官嘛 正在奉路 所以最终呢 就是王福智说 这个子章学再传之后 就是庄子应该 在王福智看来 是子章的徒孙 所以就发展成庄舟了 庄舟呢 就蔑视犬贵 蔑视这个俸禄 就是 所以说王福智认为 庄子是子章的后学 但是也没有什么 足够的根据啊 苏氏 就是认为 渔妇道指是燕作 就是这就是 他写的庄子慈堂记 这个咱们也可以 顺便读一下 这个 因为庄子慈堂记 对宋代以后 解庄的人 影响很大 庄子蒙人也 常为蒙其原历 木迁于岁 而蒙未有四支者 这就是 这个蒙呢 是安徽蒙县 就是这个 现在 与史记的蒙城 相距300公里 因为这个在 商丘的东南 那个在商丘的西北 县令秘书城 王精 始作祠堂 求文艺未继 静爱史记 庄子与梁慧王 其宣望同时 其学无所不亏 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 故其著书十余万言 大抵率于言也 作于父道指 确切 以底子孔子之徒 以明老子之术 此知庄子之粗者 于一位 庄子盖著孔子者也 要不可以为法而 就是苏氏来认为 庄子的思想呢 并不是完全反孔的 反儒家的 此不过 他是贺佛罵祖之方法 他是由反的面 来弘扬儒家 所以他就举了个例子 楚公子 微乎出王 而门着难治 其朴 操垂而骂越 利也不利 门着出治 事故有道行 逆使者 以朴为不爱公子 则不可 以为是公子之法 也不可 所以那就是说 楚国的公子 要微乎出王 要逃跑 这个 这个时候呢 这个 这个板门的人呢 不让他走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因为 可能认为他是 他是官员嘛 结果这个 这个时候 这个他的仆人呢 就故意拿个 拿个就是 拿个鞭 向他身上打了一鞭 骂了 你怎么不过 用劲拉 拉车 反正怎么着 这个肯定是普通人 就让他走了 这就是 苏氏举了这个例子 故庄子之言 皆实于而闻不欲 就是 暗地里支持孔子 而表面上不支持 因阳极而因住之 表面上排挤他 而暗地里是帮助他 其正言盖无几 至于 底次孔子 未尝不危险其意 其论 天下道术 自莫敌 勤鼓励 蓬蓬 盛道 田平 观隐 老单之徒 以至于其神 皆一位一家 而孔子不欲 其尊之也 至也 所以他认为是 尊重孔子 实际上这一点 我们是可以反驳俗世的 为什么反驳俗世啊 就像第一阶课 我们我就跟你们讲了 儒家和道家 他都是发源于周朝的 礼乐文化 其实老子呢 他是批评了 是礼乐文化 他是不是批评了孔子 即孔子之后的东西 所以呢 庄子呢 他诉说这个 源泉的时候 他是从礼乐文化开始的 你们读天下篇 就可以看到 就是 就是其现于 师叔礼乐者 什么 晋深先生 实怀而能道指 什么等等 他并不是说孔子 他说的是 更高的一个源头 就是从周公那下来的 所以他并不是 真的是尊孔子 他自不说 因为他自不说 是从那个源头上来说 这个源头呢 并不能完全 划分为儒家和道家 你说师叔礼乐 一春秋 怎么能是 完全是儒家的经典呢 自不后代的儒生 把他切为己有 咱们可以这样说 然于常依道指 于父 在说 真帝孔子者 至于让王说见 皆浅漏不如一道 反复观止 得其欲言之意 忠悦 杨子居西游一秦 欲老子 老子曰 而随随于于 而随于居 大白若若 盛代若不足 杨子居促然感 等等等等 就是然后去起让王说见 于父道指四片 一合于列于扣纸片 等等 接着他是一章 实际上这个东西 苏氏这个看法呢 当然第一 可以证明 他们是连着的 只能说他是错减 或者被这个 庄子的这个文章 被人家用英雄 reshuffle 就是重新洗牌了 但是呢 他不能证明 完全证明 这四章就是假的 因为我要看呢 比如你像 外物片 还有泽阳片 其他片 他们周围 有些部分 也是连着的 你们仔细去看 就是他们有些部分 跟另一章的地方 也是连着的 也是就是被抢刑分开的 也是一个意思 所以他这个 他这个说法就是 可以 只能说证明庄子错减 但是不能完全证明说 这个这几篇 是假的 然后 他说分张明篇 接出于世俗 非庄子本意 那这个 看来苏氏也说 不知道谁分的 不是庄子分的 这是苏氏的观点 好 在1980年左右 80年代 中国出现了两个学者 一个叫唐兰 唐兰跟冯荣兰 他们是同时代的人 就是刘孝感 就是他们建议 把庄子的篇章 根据单音词和副音词 来出现的次数 来区分庄子内外杂篇 所以他认为 道德 道德 就是比如在内篇 都是出现道德 性命 这些单纯的概念 到了外杂篇 就是道德 性命连用 所以就用 以词来来证明 内篇早于外杂篇 可是呢 就是当刘 就是刘孝感 把他论文出现 发表之后 有些学者都说 就是刘 剽窃了唐兰的观点 但是刘的导师 张大年 说刘没有这样做 刘是自己 自己独立发展出来的观点 但是关键是 唐兰的这篇文章 发表是1983年 80年左右 而刘孝感的博士论文 是写在1985年 之后 因为唐兰这篇文章 发表在中国哲学基刊 就是编辑的基刊 一年一期吧 发在那上面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是这就是一个公案了 刘的书呢 就是在全世界影响很大 美国各个大学 就把他这个内外杂 这个分篇呢 把它翻译成英文 在西方很受影响 所以他靠词 也确实在国际学界 赢得了不少名誉 但是最近有人 也开始怀疑这个观点 因为问题就在意 到底庄子有多少篇章 是不是有人 重新编排的这些篇章 事实上来看 庄子篇章被重排 是很明显的 汉书一文志说 庄子有52篇 可是现在只有33篇 而且现在的篇章的名字 跟司马迁 那个记载的 也不太一致 另外来 人们会想到 有些人认为郭相 重新编排了庄子的篇章 那然后呢 可是郭相呢 说郭相把一些名字 放在这个 他编的这个 内篇的名字之前 比如《逍遥游》 《奇无论》之类的 但是 这个从这个 就是先秦 这个写作方式 和命名方式上来看 这个 特别是汉代以前呢 这个很有可能是真的 《奇无论》之类的 《奇无论》之类的 《奇无论》之类的